一、借多言,说话不要太多,言多必失。 二、借轻言,不要轻率地讲话,轻言的人会照来责怪和羞辱。 三、借狂言,不要不知轻重,胡砍乱说,胡砍乱说,往往后悔。 四、借杂言,说话不可杂乱无章,杂乱无章,就会言不吉利,伤害自己的美德。 五、借戏言,不要不顾分寸地开玩笑。 否则会引起冲突,招来祸害。 六、借直言,不要不顾后果的直言不会,否则也会引起麻烦。 七、借敬言,说话要含蓄,不要不留有余地。 八、借漏言,不要泄漏机密,是以密成,予以漏败。 九、借恶言,不说无理重伤的话,不要恶语伤人,刀创一枚,恶语难消。 十、借巧言,不要花言巧语,花言巧语的人,并爱虚伪。 十一、借观言,不要骄傲自满,自以为是,自尽自宽,是含养不够的表现。 十二、借谗言,不要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 背后说人坏话,会弄得天下都不太平。 十三、借谗言,不要工人短处,借人窗疤,借人窗疤的人,招人痛恨,害人害己。 十四、借轻怒之言,不要轻易向人许愿,轻易许愿,会丧失信用。 十五、借长锅之言,不要牢牢叨叨,别人不愿听你说个不停,使人厌烦。 十六、借积平之言,不要说激愤别人的话,喜欢激愤议论别人的人,对自己的要求往往马虎。 十七、借出位之言,不要说不符合自己身份、地位的话。 十八、借下下之言,不要对下属讲过分亲密的话,以免下属严格你而落入圈套。 十九、借产瑜之言,不要说吹捧奉承别人的话。 吹捧奉承别人,是人品卑微的表现。 二十、借悲居之言,不要低三下字,说奴言必须的话,因为得后者无悲词。 二十一、借取怨之言,不要说招人怨恨的话,不像是人怨恨的种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